余浩铭从2008年开始便加入天天向上的主持阵容 由于2010年意外遭火吻 余浩铭为了养伤只能无奈退出 在商业复出后 余浩铭虽然曾经客串主持天天向上 但却不在意常驻主持人的身份出现 而最近 由于天天兄弟成员田园被爆出轨事件 巨大的舆论压力让田园宣布暂退天天向上 而余浩铭在这个节骨眼上加萌 并且又宣布长期回归 也不免会被猜测是接替田园的位置 对此余浩铭也在日前的采访中一一做出回应 对于田园目前的状态 余浩铭直言 田园现在特别好 我也会感谢他 感谢他现在特别充实的过每一天 但针对田园的出轨事件 余浩铭即便身为好友也依旧旗帜鲜明地表示 我不太能接受 我相信换谁都不能接受 夜市的新闻中心 是海报道